好,那不斷的來提升台北市的這個疫苗接種的覆蓋力 是市長非常關心的 所以延續剛才這個市長所談到的 我們針對不管是之前我們負責65歲以上的長者 或者這一波到今天為止 那麼50歲以上的中央系統所預約的這個民眾 到今天接種告一段落 所有這些市民只要是50歲以上 到目前還沒有接種疫苗 那特別是剛剛市長提到的數位落差的這些市民朋友 現在我們有兩個非常具體的一個便民的服務方案 第一個方案當然我們還是鼓勵 能夠盡量能夠用預約的方式 所以如果說你在這個操作上有一點困難 因為中央的預約系統要過兩關 第一關必須要先去表達意願 然後系統接到了你意願之後 他會通知你 那通知你他會用簡訊通知你 所以有人說他沒有手機接不到這個通知 那通知你做什麼呢 你去上網預約 所以中央的系統是有兩次的 等於是兩次的作業 那對一些可能不熟悉的人 他可能不太了解怎麼操作 沒有關係 我們456個禮的禮幹事 都可以來做協助 來幫助你怎麼樣在中央的系統上面去做預約 這是第一個服務 那第二個服務就是說 有的人他還是覺得這個網路的預約 對他有點困難 他想說是不是可以延續 我們之前的貼心服務 就是打電話 所以從明天開始 7月23號一直到7月30號 我們用一週的時間 一週的時間 每天只要是上班時間 週一到週五上班時間 9點到下午5點 打個電話到我們的區公所 我們就會把你登記下來 然後呢 我們登記完整理之後 那麼會根據這個中央所合播的疫苗的總列 然後來用簡訊或者是用電話直接來通知你 我們原來的12家醫院 都還是可以繼續的來提供服務 所以視頻朋友 我們希望說把握這個時間 一個禮拜的時間 讓大家繼續可以用電話登記 我們來提供這些接種的服務 所以12個區公所 我們都把這個電話都公告了 那一個禮拜 每天都可以按照這個電話 打來之後 把你的詳細的資料 讓公所人員記錄下來 我們就會按實際的需要來分配 那麼讓你可以來接種疫苗 讓每一位接種每一位市民都可以接種 是我們最大的期待 以上說明 謝謝 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大家很關心的部分就是 颱風如果快要來的話 我們現在台北市社會局針對 台北市的街友 我們現在啟動了安置計畫 我們有個避台的關懷機制 那我們會先設置一個街友的避台所 那中央氣象局只要發布陸上颱風警報的時候 我們就會開設 那也就是因為要做這樣的一個避台所 所以我們也擔心說 他們到避台所裡面的一個會有群聚的危險 所以我們今天晚上會有篩檢車進駐 台北車站還有蒙甲公園 進行中正萬華區的所有的街友全面性的篩檢 那篩檢結果是陰性的 我們就會讓他進入避台所 那在安置的期間裡面 我們會定期的量體溫 首部的噴酒精 還有要求入住的街友的室內 他必須要全面佩戴口罩 以及保持社交距離 那也不可以均聚或交談或共識 那希望能夠保障街友的健康 並落實防疫的機制 所以今天晚上以後 我們就會做這樣的安排 那第二個部分我來說明一下 今天要公布的三個足跡 案15560 這是那天公布的金站引誠員工的父親 他的足跡因為他平常是在台南工作 所以他來台北就是剛好那幾天 所以他也確診 他的足跡在7月16號 他曾經在晚上8點28分到9點54分 在高鐵的台南站到高鐵的台北站 7月16號晚上10點10分到10點半 他在捷運的台北車站 坐捷運到士林站 7月18號11點到11點20 他有去三爐市場 爐州區的重陽二街 7月19號6點26分到8點26分 他從高鐵的台北站回到高鐵的台南站 這是他的足跡 不過他的CT值已經是36 第二個案例是15609 15609就是今天大家關心的有關CTLink的 這個是確診的員工 他其實是在7月8號2點到晚上8點 他都在工作 那7月9號到7月15號的11點到晚上8點 然後7月20號的11點到下午6點 那除了7月11跟7月13沒有以外 他都在無印良品的電工作 那7月9號到7月15號 他每天的行動 因為他是桃園跟台北通車的 所以他9點54分到10點42分 他會從桃園火車站 坐車到松山火車站 他搭的都是區間車1158車次 那7月8號到7月15號一樣 也是晚上8點15分到9點10分 他會從松山火車站回到桃園火車站 他搭的是普悠馬285車次 或者是區間車4209車次 那除了7月11跟7月13除外 這兩天他沒有搭車 第三個案例 第三個案例是 有一位在7-11工作的員工 15562 他7月2號到7月8號 7月12號到7月14號 7月16號到7月17號 下午3點的班到晚上11點 他都在7-11的服務員店 松山區新東街 他是這個店的員工 他負責一些相關的內勤 還有相關在裡面的鋪貨、批貨 所以在這個部分 常常到7-11的民眾 也希望大家有任何的狀況 都可以到我們7個篩檢站去篩檢 上 中度颱風煙火的最新動態 異估可能會從台灣的東北部海邊通過 那異估23號晚上到24號的上午影響最大 暴風圈可能會碰到陸地 那雨量的異估 在陽明山地區 可能累積一定會達到300到450毫米 那四區平地會達到100到250毫米 那風力的異估 陽明山地區平均峰7級 正峰11級 那四區平均峰6級 正峰9級 那這樣可能會沒有辦法達到停班停課的標準 那再來報告 事故的颱風準備的應變作為 那從昨天 我們二十二點一開始二級開設 那各級處委一SOP完成了各項的 防台準備工作 像抽排水機的設施的應轉的測試 還要譴視溪流及邊坡激落的巡查 還有完成六百一十處的 激水地區的郭曲的輕鬆檢查工作 還有跟開口合約廠商 像抽水機、鏈具、發電機的廠商 都已經確認可動用的能量 並先行來抑制 另外各區公所也準備了沙包 一萬九千多包 及小型的移動式的車水機 那來供市民臨起的後借用 那在這邊也呼籲我們市民 對居家防台的準備 居家的周邊環境要清理 牢固這個棉窗招牌 減少外出 對於淹水地區的 要貝土、沙包及防水閘門 另外隨時注意最新的氣象及水型資訊 那可以查詢事故的防災資訊網 或下載行動防災APP 那萬一有緊急的狀況 可以打119或110 隨時報案 以上 首先媒體想詢問 東湖市場豬肉攤販確診 它的接觸者採檢的結果 目前判斷是否會有群聚感染的風險 目前這個東湖市場的部分 匡列的部分 還有他所接觸的可能的人 都已經去篩檢 目前都是陰性 那有接觸的人其實都已經居家隔離 那目前為止在這個區域 就是因為我們認為 當時是有一個東湖市場 有一個確診者的足跡 所以我們請市場處找自治會 把所有東湖市場的攤販 都邀請他們去篩檢 所以才篩出這一例 目前為止 其他的攤販大部分都篩檢過了 目前狀況應該是沒有群聚感染的風險